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第29届大敦美展 水彩类评审的召集人谢明昌 那么第一名的话是黄俊杰 他的技法 我感觉他不是刻意要炫耀他细腻的技法 瓷砖的厚度 还有他的那个尸子的那个重担 非常的惊人的那种写实的技巧 但不刻意 很自然 第二名的就是陈明映的一个作品 他唢纳是他的话题 他最强的我觉得是他控制水分的技巧 他把水彩画最难以控制的那个东西 他全部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第三名是谢秀飞 他画一个自己 他用一些排笔线条 或一些动感的笔触 用这种颇浪重的把人在移动的那个味道都做出来 那这个意念倒是很特别 所以这次的展出就让我感觉像 每一个人都在想他心中想要表达什么 让观化的人不只只有技巧的感受 他可以表达天下更有深度的东西 这是我今年的感动